介绍的就是这款2023年的Nissan KISS的 这是Nissan最小的一款SUV 其实这款SUV呢 怎么来讲 有耗是非常深的 只有1.6i4的一个发动机 那我们看它这个轴距呢 只有103 整个车的话可能也就169 那非常小的一款车 那整个发动机 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小的一个发动机 i4的一个发动机分值的这个马力 只有122分值的扭计 可能只有116 非常非常小排量 所以这款车的特点是非常非常省油的 那它的一个变速箱 是用CVT的一个变速箱 那配合这套变速箱而言呢 这台车整理还是非常不错的 别看到它这个车小 其实它整个后抖的空间 还是非常宽敞的 还有备胎 这个空间是非常够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给它放下来 哎呀 那这个放下来空间会更大一点 对呀 如果放平了 整个空间会更大 其实你看它躺平之后呢 它整个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基本上货运啊 自己出行啊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实驾驶位的空间 我个人觉得偏急了一点 挺臭型的嘛 整个车长才169 轴距才103 肯定急了 那我们看这个预表盘 这部分是带液晶的 这是机械的 屏幕呢 相对而言也算是做的蛮大的 倒车影响 该有的功能都有的 那你想想看 新车2万多出头的一个预算 3万不到 你买这种车 适合吗 城市带步车还是非常推荐的 那是什么呢 原来的 原来的